2017年6月,燕郊全面限购,注采交易开始赚了,截至目前,二手房价格相比最高点普遍腰斩,不少楼盘从最高点3.5万元每平米,跌至目前1.5万平,此时超六成。 不少小户型二手房价格价为1万元每平米,仍然无人问津,售楼处冷冷清清10月9日,中国证券报IDXHSZB记者走访了位于燕郊燕林路口,附近著名的售楼处一条街,作为从北京进入燕郊的第一站,这里汇集了燕郊绝大多数的售楼处和房地产中间,但由于大型,知名开发商基本没有入住燕郊, 琳琅满目的售楼处,被清一色的本土拍发商包揽,偶尔看到暗达,孔雀城等身影,出售的也并非燕郊本地项目,从总访情况看,售楼处整体冷清。 不少门店推门进去只有保安,销售都不在,今天也不宜进来,他们没有底薪,卖了方转提成,不用一定来店里。 保安向记者解释,而不放中介门店当先门庭弱势,也不知道为什么。 国庆节后这几天,看房的人突然变多了,某中介工作人员对中国证券报ID,XHSZVB记者表示,但是看得多,买得少,你有资质吗? 如果没有,只能选择买公寓和商住,住宅就没必要看了。 中介人员注意强调,多数看房的人来自北京,听到这个消息后,开始了解当地公寓,沿郊的公寓和商住不限购,40年产权为主,也有部分项目是70年产权,公寓价格一直在涨。 中介人员表示,也有部分看房者坚持看住宅,我们只看住宅。 虽然没有资质,但我们可以让当地朋友帮忙买,但是房产,一对情侣模样的人达到,有资质家庭也只能持有两套,它符合条件吗? 符合条件,得到肯定的回复后,中介开始帮忙找房,再看,与北京骑着摩托车到处再看不同,这里的售楼处和中介,都需要有特定班车,或者搭乘看房子的自驾车。 新楼盘离这里很远,开车要半小时。 他们表示,以前,售楼处所在地,是金金的唯一入口,附近楼盘卖得好。 以后随着金平高速,雪野路超白和大桥通车,北边回逐步发展起来,以前北边太荒凉了,房价跌幅超过60%,记者在这楼处和中介走访发现,不少楼盘与最高点相比跌幅巨大。 以燕郊当地大型楼盘天阳城为例,最高价曾达到3.5万美平米,目前报价1.5万美平米,跌幅超过60%,部分小户型房源甚至跌至1万美平米。 现在找单价1.5万左右的房子非常容易,找高于2万的反而很困难。 当地中介介绍,燕郊与北京不同,北京的房子是小户型单价高,总价低,大户型单价低,总价高,燕郊大户型比较贵,以刚需换房为主。 记者根据中介介绍,找到两个所谓燕郊高端项目的成交记录发现,大户型成交,均价在2.5万美平米,比小户型反而高出8000元美平米。 此外,记者观察到,不少房源话台记录超过10条,现后以来,已录下调心理预期,然而卖不出去,以目前销售机为火爆,得手额而填成为例。 某二手房话台房源显示,2016年以来,业主共委托8次,无意成交,目前该业主选择继续下调总价10%,厨房价万。 目前,环境房市还有很多卖项,一,仍在宣传买房落户记者走坊发现,位于售楼一条街,第一家的某公寓售楼处火爆异常,与其他售楼处的掉地销条形成鲜明对比。 该售楼出门口赫然印着现家房出售,单价不超过1.4万元每平米。 记者走近后,销售人员介绍,买房可以落户,我的客户正在办理。 据销售人员介绍,项目不限购,是公寓内住宅,70年产权,与住宅没有区别,还可以落户,房源很充足。 接着,销售人员又向记者展示了落户好处,记者问你,是否会签订落户协议? 销售人员认,没有协议,但肯定有户口,两权款预售此外,不发项目对外宣传,没有辞职也可以买住产。 开发商,拿到预售证,购房者存款交付,同时开始补交社保纳税证明,等到补交完毕后,房子也建成了,就可以过户。 这种模式风险领领很多,销售人员坦承。 第一,如果开发商中间跑路,交付的权款可能就打水漂,因为业主本身也是玫瑰操作。 第二,政策可能随时会变,等到资质够了,新政策就可能也来不了,退款是没有利息的,选择大的开发商可以规避第一个风险。 销售人员开始引导,烟交没有,但是大厂和香河都有,烟交有大收点,记者随后采访了香河某知名大型楼盘业主。 他坦承,所在小区刚已经从最高跌的3.3万元每平米,跌到1.5万元每平米,开发商全款预售给没有资质的购房者的现象和普遍,大家都不相信还会跌。 开发商说哪地都不止这个价,该业主表示,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显示,香河地区2018年1到9月份,成交土地均价不足2500元每平米, 图片来源,中国指数研究院此外。 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统计,香河地区,2018年1到9月份,住宅仅成交949套,公寓成交4818套,半工成交3838套,住宅交易量大幅缩减。 对于环境楼市,业内专家是这样看的,依据研究院首席分析师盈月静表示,年较地区价格大幅下滑,市场需求不足是主要原因。 2017年6月限购以来,符合资质的购房者大幅减少,导致住宅交易拼软,公寓项目虽然不限购,但本身属于非主流产品,目前价格没有走低。 只是因为可以避开限后,基本是外地投资者在买卖,支撑价格和交易数量,严格说此类产品投资价值不大,本身严加二手房项目比较多,也,会影响此类公寓项目的投资价值。 针对环境楼市不犯乱象,年月静表示,很多操作严格来说是违规的做法,当然对于此类市场来说未来也需要有政策上的调整。 即与其看到这么多违规的交易,不如是当放宽部分购房政策,否则很多扭扭捏捏的交易,掩藏着很多违约风险。 针对未来走势,年月静强调,北三线未来和副中心接会的概率增加,程序规划较好,还是有较好的发展机会的。 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分析史国士因此表示,此前燕郊驻宅市场炒作现象较为严重,价格上涨较快,但房价并没有产业等经济基础作为支撑。 同时市场过度依赖北京,一系列调控政策出台后,燕郊市场需求急剧下降,到目前调控也一直没有放松,市场需求越来越弱。 北三线意图与北京发展,随着经经济一体化深入,北三线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,但由于北三线距离北京较远,因此房价不能和北京相比。 同时,环境房价虽然下跌,但绝对价格仍不低,未来在度大幅上涨的概率不大。